12月1日起川宇两地坐机通话长途费取消 为全国首例四川省通信管理局网站 11月25日消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成于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共同引发 成于地区双城经济圈便捷生活行动方案精神 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和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协调两地基础电信企业 将于12月1日零时起正式取消川宇两地间坐机通话长途费 实现全国首例跨省及行政区域固定电话通信资费一体化 按照实施方案 川宇两地之间以及四川省内各市州之间坐机通话长途费取消 四川省内重庆市内坐机通话区间费下调 以上区域通话资费均降至0.15元每分钟或以下 本次调整按照信息便民惠民原则 将取消坐机通话长途费范围 由原计划的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扩展到四川重庆全域 涉及公众固定电话业务 正企固定电话业务和分配 有固定电话局号的语音专线业务 立即每年为用户节省通信费用约三千余万元